大家好 歡迎收看香港青年頻道 我是小明 又來到我們科技冷知識的第二集 夏天就差不多來到 不知道大家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又會不會曾經受蚊的滋擾 還有在近年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蚊好像沒有以前那麼猖狂 原因就是我們中國研究了一個方法 去對付這些這麼滋擾的蚊 當然就不是用蚊杖或者滅蚊燈 這些這麼簡單的方法 我們這個系列始終是一個冷知識的系列 今天就會帶大家試用一些科學的方法 去解釋一下我們怎樣去對付蚊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讚好留言訂閱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還要記得按旁邊的鐘仔鍵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影片 而西瓜視頻和今日頭條的朋友 除了關注我們香港青年頻道之外 還要記得幫我們按著點讚鍵長按三秒鐘 這就是對我們香港青年最大的支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如果拍死了一隻蚊 就相等於拍死了500隻蚊 其實這個說法都沒有說是不對的 因為蚊的生長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由蚊變到幼蚊再變成蚊 到最後去到成蚊的時候 這四個階段加起來只是需要一個星期而已 而每一次產蚊 蚊的蚊大概會有500顆左右 還有其實會吸血的蚊 一般來說就只有癡性的蚊才會吸血 還有就是多數在他們產卵之前 才會最少吸一次血 令到他們生嬰的時候有氣有力 譬如說好像我們人類生嬰的時候 都一樣會吃多些寶品 這樣才有氣有力去生嬰的 其實這個狀況跟蚊是一樣的 再說如果我們不小心拍死了一隻蚊的話 就會令到準備生嬰的癡性蚊 不能生嬰了 在數學上來計算 等同殺死了500隻蚊 除了用手來拍死蚊之外 究竟還有甚麼方法 可以去解決蚊的數量問題 早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中國廣州 就成立了一個部門 去研究以蚊滅蚊的工作 其後還在那裡設立了一個研究蚊的工廠 在研究中心裡面 阿系教授和他的團隊 經過一番研究之後 就發現了以蚊滅蚊其實有一個秘訣 而這個秘訣就在於一個細菌 這個細菌就叫做玉爾巴克屍體 而玉爾巴克屍體就有兩個功用 如果帶有一種細菌的紅性蚊 它們的生存時間是可以縮短 從而不會影響人類的生態環境 而其次就是如果帶有這一種細菌的癡性蚊 就可以令到這隻癡性蚊不能夠生育了 或者它的下一代是沒有辦法存活的 不過有些人就擔心到 這一種玉爾巴克屍體究竟會不會對人體有害的呢 放心啦可以告訴大家 這一種細菌就不會對人體有害的 只是會對昆蟲起到作用而已 而中國的鞋教授和他的團隊 每天就會向野外放飛大概500萬隻紅性蚊 數一數一數手指 一年計下來就大概會放飛100億隻蚊 而就是因為這些基因改造的蚊放出來之後 所以大家在這十年八年裡面看到 世界上少了蚊的情況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不過有些人就說到 不是呀這幾年裡面 在滋擾我的蚊好像數量沒有減少 原因就是因為在地球上存活的蚊 是多到數不完的 但有研究顯示 我們地球上的蚊的確是少了 所以我也想在這裡多謝鞋教授和他的團隊 用這個以蚊滅蚊的研究和這個方法 去為我們地球上減少了蚊的數量 而上年美國就懶得地學我們中國 去嘗試研究這些基因蚊 還很大口氣說到 說未來的一年裡面頭三個月 會嘗試放飛15萬隻這些基因改造蚊出去 他們還承諾到在兩年時間裡面 會放飛多10億隻蚊出去 聽起來好像很多 我們計算一計條數 就是說一年平均都是放飛5億隻 但我們剛才也說過 我們的祖國一年平均就差不多放飛100億隻 計算下來只不過是我們中國的二十分之一 那有些甚麼很厲害呢? 還要不單止是這樣 其實這個技術 是早幾年前我們中國的蚊教授 教你們用這個方法的 但可能你們美國看不起我們這種技術 要去到八九年後的今天 你們才走來用 不過你們美國是這樣的 經常都自以為高高在上 如果不是都不用浪費了這八九年的時間 但你們美國其實都已經不是昔日的大國了 我們是教授我們中國去給你一些意見 好心你們就聽一聽 甚至連實績都做給你看 你們照抄就行了 其實大家都是人類 我們是教授所做的研發開發 無非都是為了這個世界 讓全世界的人類住得舒服一點 再說了蚊這個物種 除了令人類繁艷之外 還會帶來不少的病毒 而根據世衛組織的研究 每年大概會有70萬人 因為這些蚊所帶來的疾病而離世 也有統計指出 這些蚊其實就是我們地球上第一號殺手 而人類只不過僅次於第二 就是因為這些蚊會攜帶著病毒 在一個已經受感染的人或動物上 吸血後再將這些病毒傳給別人或動物 而上當年 日本腦炎就是因為這些蚊做了傳播的媒介 所以就傳得這麼快 而另外有一隻蚊在我們香港也是非常出名 我相信大家都會聽過 這隻蚊就叫做白文伊蚊 因為香港上年亦有一個報導指出 全香港裏面64個地區 在5月份就有5個地區 包括了馬鞍山分區 裏面的有蚊氣指數 已經超過了之前的20%的境界線 而同時亦都令到香港對這些蚊的警示 設立了最高的級別 原因就是這種白文伊蚊 可以傳播燈格熱或債卡病毒 而燈格熱的一種病 就是會經由癡性的蚊傳播給人類 但並不是說這隻蚊本身帶有病毒 而是因為這隻蚊吸了患有燈格熱病的病人 他們的血之後 接著這隻蚊再吸引別人的血 就會將這個燈格熱病傳染給別人 而且其實因為燈格熱這個病 本身就不會經由人傳人傳染的 只是會經由蚊傳染的 還有如果患有重燈格熱病的人士 亦都會因為這個情況而有機會離世 不過如果萬一真的中招的話 以現在香港的科學槍名 其實都是有辦法去治療的 不過正所謂預防性於治療 能夠減少蚊的數量就固然是好 就不單止可以預防疾病 直接是由根源上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由於蚊的生物 他們的數量實在太多了 而且他們的繁殖速度 亦都遠比我們現在的科學水平快 所以我們現在的研究 只不過是減少他們所帶來的禍害 我之前在網上也看過一些影片 在夏天蚊蟲高峰期的熱帶地區 其實仍然存在了超級多蚊 而在那個地區裡面的蚊是多到什麼程度呢 就譬如說有一個人在帳篷裡面用5分鐘而已 就已經可以捉到超過1000隻蚊 也都有人曾經試過在背部拍一拍 就可以一手拍死了45隻蚊 所以這些地方蚊蟲的禍害是多到難以想像的 另外也都有人說過 如果將蚊全部消滅的話 會不會破壞地球的食物鏈呢 其實我們看一看蚊這種生物 存在地球的歷史裡面 已經超過1億年了 而我們人類存活的時間只不過是700萬年左右而已 所以無論如何都好 蚊可以稱得上是我們人類前輩中的前輩 而在食物鏈上面有什麼是蚊的天敵呢 例如說青蛙、鳥仔、蜥翼、鹽蛇和蜘蛛 這些都是蚊的天敵 同時間因為蚊對於牠們來說 是非常容易捕捉的食物 若然蚊真的完全在地球上滅絕了的話 當然就會搞亂大自然的食物鏈 不過所有東西都有好處和壞處 而蚊的一種生物也不例外 因為蚊的一種生物還擔任傳播花粉的重要角色 並不是只有蜜蜂和蝴蝶才能傳播花粉 其實蚊也是可以的 之前法國也做過一個大規模滅蚊的動作 去研究一下究竟滅蚊之後 對環境又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當地的鳥仔在滅蚊之前 平均每一個鳥巢就會生三隻鳥仔 但滅蚊之後就減少了兩隻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提前知道 滅蚊之後會有什麼影響的話 我們就可以作出相應的對策 從而減少對生態上的影響 還有一些環境學的專家仍然是支持 將這些對人類構成威脅的蚊去滅絕 因為他們說 自然界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定律 就是說如果蚊真的滅絕了的話 自然就會有其他昆蟲去代替它 而他們相信大部分吃蚊的生物 都不會因為蚊消失而餓死 其實不如大家試用另一個角度去想一想 當然我們就不是研究那個 只不過是想表達一下自己的想法 如果蚊真的滅絕了的話 首先就不會每年有70萬人 因為蚊所帶來的傳染病而離世 因為我們剛剛也說過蚊不會因為吸了一次血 而不再去吸第二次 但問題就在於 它吸完一個帶有傳染病的人之後 再去吸另一個人的血 就會將這個傳染病傳開去 1傳10、10傳8 就好像那些黃絲精菌一樣 吃完人血饅頭 就將那些黃毒散播出去 還有一點 試想像一下我們夏天睡覺的時候 如果不是因為蚊在我們的耳朵旁邊 吵著我們睡覺的話 我們就可以一覺睡天干了 從而就可以減少我們現時社會上面 有些人因為蚊在旁邊吵著你睡覺 就令到他們睡得不好 甚至乎出現失眠的問題 不過在世界上 有很多人失眠 就並不是說蚊吵著他們睡覺 就有機會因為種種因素的原因 就令到他們失眠 但這個問題 我們就不在這個議題上說了 今天我們科技冷知識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們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在留言區那裏 分享一下你們的意見 最後請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拜拜 by bwd6